今天,尤文图斯前锋迪巴拉,在接受米兰体育报采访时表示,去年尤文就应该拿下欧冠,因为他们才是最强的球队。 迪巴拉说,我认为在今年的欧冠联赛中,尤文图斯是最强的球队,其实去年就是如此,我不认为黄马有比我们发挥的更好,我们其实应该击败黄马继而夺取奖杯,去年在欧冠联赛中,也并没有球队比我们更加强大。 这位阿根廷前锋认为,塞罗的加盲给了尤文更多的底气,去年的失利让我们意识到塞罗的强大,而他现在在我们队,他明白尤文的强大,所以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举动,塞罗现在已经开始学着说意大利语,他说自己的意大利语,甚至比凯塞洛都说得好了,我们每一个人都相处得很好。 在被问到日后是否有机会挑战金球奖时,迪巴拉说,或许梅西和塞罗的统治力在逐渐下降,但他们仍旧是一群常人的超级巨星,我最现实的目标是能够进入他后学之一。 谈到谁会获得金球奖时,迪巴拉说,其实瓦拉内应该拿金球奖,不过我感觉莫德里奇还是希望最大,我从小的时候就幻想过拿奖,这逼迫着我实现更高的目标。